这次影片我就教大家 在使用Premium Pro剪进片的时候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把影片侵入到文字里面 这种效果其实用Premium Pro非常简单就能够制作出来 接下来我就展示给大家 像我打开了Premium Pro 并且我导入了我的影片素材 我可以把它拖入到时间线里面 可以先来播放运软一下 然后可以调整一下这个素材的时间 我只保留5秒 把之后的影片去除掉 然后就可以加入文字了 选了这个文字工具 然后在画面上点击一下 就是我们想要的文字 送去加入了文字 然后需要双击一下 选择工作区 然后选择字幕和图形 然后选择编辑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对文字进行的条件 比如说我可以改变一下文字的字体 这里我推荐大家尽量选出一点的字体 这样更容易展示出效果 比如说我选择这样的字体 然后调整它大小 然后选择这里放到中间 然后再稍微调整大小 再调整它的位置 现在完成了加入文字的步骤 然后选择工作区 把它更改成编辑 现在就回到了刚才编辑的界面 然后调整一下文字图层 把它长度和我影片的长度变为一致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关键的步骤 我们需要选择效果选项 再收拾栏输入键控 然后选择这个轨道制造键 把它移动到影片轨道里面 然后我们要选择效果空间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到轨道制造键 然后在制造里面选择视频2 这样就可以看到我的影片迁入到了这文字里面 之所以选择视频2的原因就是 我的文字轨道是在视频2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V2 所以你就要选择视频2 如果是英文的版本 你可以在搜索里面输入 Track Mat Key 就可以找到轨道制造键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来播放一下 它可以再加入更多的效果 让它变得更不一样 我可以让它从大变到小 我选择图形这个轨道 在缩放选择里面我可以把它变大 比如说变到这么大 我点击这个标志 建立一个时间点 然后挪动这个时间轴 比如在这个时间点 我选择这里重置参数 就回到刚才的大小了 这里又建立一个时间点 我们可以来看下效果 这样这个文字就会重大变到小 我们可以让这个过度显得再平顺一些 可以点击这个时间点 右击 选择缓录 我们再来看下效果 像这个过度就变得非常平顺 我们也可以继续让这文字慢慢的变小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把它调整成90% 可以再来看下效果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去交入不同的效果 我们像这个文字底下 再交入个背景也是可以的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两个图层往上移 然后在第一个图层里面 再交入一个素材作为背景 这里我已经上传好了一个素材 把它涂到线线里面 调整它长度和其他两个一样 这时候你发现我的文字就变成刚才一样 是白色的了 我需要重新调整一下 下面可以看到效果空间里面 轨道遮到件里面 它的遮到选项是5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我们要选择4平3 因为这是我文字所在的轨道 这里可以看到我的文字就交入一个影片 嵌在里面了 并且文字的背后有个新的背景 我们可以来播放一下 我想加入一个纯色的背景也是可以的 你需要来到你项目栏 然后右肌 选择新建项目 选择颜色遮照 这里面就是你影片的设计 我们选了确定 然后这里面你就可以加入颜色 比如说我加入一个黄色 选了确定 你可以更改一下它的名称 它就建立了一个颜色遮照 我可以把它涂入到时间线里面 现在就可以看到我的背景就变成了一个纯色 我们可以播放一下 但是看完这些教程之后 有学会这个技巧吗 这里还有更多关于PR的教程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个赞 如果要了解更多关于影片简介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IG 也能够了解我的最新动态 那么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